红烧牛蹄筋 红烧牛蹄筋是湖南长沙的传统名菜 牛中三节之一 它选用上好的生牛蹄筋 经过长时间的微质而成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香菜厨师是如何来制作的 原料有水发香菇50克 生牛蹄筋750克 姜片10克 还有香油1.5克 酱油25克 料酒100克 精盐5克 味精1克 湿淀粉25克 红烧牛蹄筋制作的时候 锅上火放入底油 加葱花香菇 再倒入蹄筋 再加酱油 清汤 味精1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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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料酒1克 入蹄筋 倒汤汁浓少时 用水淀粉勾芡 淋入明油 再撒入胡椒粉 炒匀即可装盘 红烧牛蹄筋制作的关键是 鲜牛蹄筋必须用清水煮10分钟左右 以除去腥异味 然后烹制出的菜才能好吃 它的特点是色泽红润 软糯适口 酱油蹄筋制作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